受疫情影响 为了保障部落乡亲健康安全 吉安乡联合19部落共同决定 把原有的丰联祭碎时祭祇 规模调整为小型的祈福祭典 并且遵守各项防疫措施 其后上午陆续是在 仁和部落 歌柳湾部落 还有庆丰部落举行感恩祭祀祭祀 乡长游淑珍特别道场 关切整个部落祭祇的举办情形 主任们排排站进到会场前 除了先做十年之登记 还必须量测体温酒精消毒 虽然全台疫情警戒已经降至二级 但为了保障部落乡亲的健康安全 吉安乡头目联席会在日前 则宣布暂停办理 今年全乡19个部落的 丰联祭碎时祭仪 改由各部落分别进行 不公开的祈福仪式 7号上午首先在仁和部落 歌柳湾部落及庆丰部落率先举行 告知祖林今年停办丰联祭的原因 同时也祈求祖林 比有族人平安健康 坚守防疫 吉安虽然暂停了所有的丰联祭 但是我们化为小型的 祭祖林的一个祭祀活动 我们谢谢祖林保佑我们一年的平安 带来满满的丰收 在部落的聚会所 跟我们整个19个部落 以及我们太魯阁祖的建设 都不能停 所以今天来到的歌柳湾部落 以及我们的仁安部落 都是我们提报部落之星建设 很重要的区域跟区块 在我们的庆丰未来也会成立 我们的文件站 在吉安今年提出四个文件站的计划 希望我们朝向一部落与聚会所 每个聚会所都能够有文件站来上课 提供给我们的乌鸡乌鱼 我们的婴儿阿嬷 长辈们更多学习跟休闲运动的空间 同时共够我们引法福利的 这样的一个推动在部落里面 吉安乡坚守防疫不松懈 也持续深耕援助民族 及格年龄层的安全照护 及健康宣导工作 并积极在中央县乡协力下 精进一部落一聚会所的愿景 透过参与倾听族人心声 用行动量能推动部落创新发展 呈现共荣族群的生命力与部落精神 记者许丽琴吉安乡报导